现在全世界都在应对中国 我们看到澳洲态度都可以这么强硬 那英国呢 因为他们都是大英国协 所以理应这个立场是一致 所以他们派出这个伊丽莎白 这个女王号来到这个日本 要参加军演 同时我们看到 日本内部的这个态度 是不是也支持他们的政府 他们的自卫队 能够这个来应对 这个台海最新的局势呢 我们看到这是日经新闻 跟东京电视台 做的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74%的日本受访者 是支持日本参与维持台海稳定 反对的只有13%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日本还有犹豫的空间吗 或是说日本还在考虑 会担心对中国可能会得罪吗 这样请教竞议士 怎么看这样怎样一个全球 对应中国的最新情况 澳洲我们讲回来 澳洲记不记得 我们在2019年底的时候 五眼联盟他们提出了 他们是五眼联盟其中成员嘛 他们提醒了一个事情 中国的这一个所谓间谍 你派到澳洲来 然后这个派到澳洲来 还干预了台湾的选举 还主动还试图去操控台湾内部 这件事情澳洲纯粹是帮忙台湾吗 不止啦 因为澳洲自己就已经遇到 他们为什么那时候弄所谓的 这个反外国代理人势力法 因为当时澳洲就遇到说 中国这些人 他利用他中国在澳洲的移民 利用他的经济上面的好处 他开始笼络他们的某些议员 结果这个状况之下 人家其实没有错 你要在一个地方 你可能移民你经商 你跟国会议员关系好 你要想办法去游说这个都很正常 可是不太合理 他已经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的游说了 他这个游说是干预了别人的政府 他要利用这些 他用中国的有钱人 去干预澳洲的国会议员 然后去取得这个政府内部 中国在澳洲政府 澳洲的所谓民意代表 取得一定的权利 你这已经是威胁到人家的国家了 所以其实你去看 我们要说这些联合军演 为什么要剑指中国 你中国如果跟台湾一样 跟全世界试图做好朋友 跟台湾一样 我们都是讲 台湾can help 我可以帮忙你们 而不是我要打你哦 你都不听我的话 我中国很大哦 如果那样的话 人家需要联合军演的苗头 就对准你嘛 不需要啊 所以简单来讲 中国你激怒了全世界 而且最麻烦的事情是 他们这个激怒了全世界的动作里头 第一不知检讨 第二完全不打算 去跟其他的国家重新道歉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不是一个太文明的国家 第三他们还继续这样做 还试图觉得说 我再凶一点 你们就听我的话 不只台湾 其他的国家都已经不再信他们这一套了